我现在位于云南西双版纳首府景洪市中心的庄牧路 庄牧路是景洪市一条重要的东西走向的弧形街道 又名耶林路 庄牧路两侧椰树城牌 以其独特的热带风情和丰富的商业活动而著称 庄牧路东起曼和邦村寨附近 一直延伸到菩提大道 全长2.8公里 属于城市次干路 行车车速为30公里每小时 庄牧路的名字与佛教文化有关 庄牧路的庄牧两字在西双版纳的语境中 特指一个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地方 即西双版纳百王宫中的塔庄牧 塔庄牧是景洪坝区有名的九塔十二城 古塔中九塔之首 距今已有1600余年的历史 庄即是塔 木在黛语里是古的意思 该塔在东南亚九复盛名 庄牧路是景洪市的重要道路之一 连接着多个主要村寨和商业区 为当地居民和游客提供了便捷的出行条件 除了经过曼弄峰 曼景法 曼阳广 曼河邦等村寨外 庄牧路还与景洪市内的多条主要道路交汇 如菩提大道 蒙勒大道 庄董东路 雨林大道等 庄牧路作为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的主干道之一 其沿线绿化也得到了充分的规划 种植了常见的热带树种 形成了独特的绿化景观 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舒适美丽的环境 庄牧路两旁的椰子树摇曳生姿 为这条道路增添了一抹热带特有的韵味 特别是近些年来 景洪全市启动绿美云南雨林城市建设 全州仅扣美丽中国雨林城市的定位 将生物多样性元素融入城市的各个区域 为提升城市品质 改善人居环境 推出了多项重要举措 让市民和游客在城市中感受到热带雨林之美 沿着庄牧路继续步行 道路两侧随处可见众多的商铺 餐馆和酒店 是景洪市的繁华街区之一 此外 庄牧路还隶属于西双版纳旅游度假区 是西双版纳旅游度假区二期的一条道路 西双版纳旅游度假区于1993年9月 被批准为省级旅游度假区 2015年10月成功创建为首批17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一 成为中国旅游度假产业的先行示范区 度假区整体位于西双版纳州府景洪市南郊 北至景洪城市建城区 西底规划中的绕城公路214线 东到蓝藏江边西街嘎撒镇 总面积49.4平方公里 西双版纳旅游度假区内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西双版纳神奇美丽的热带雨林自然风光 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交相辉映 人与自然和睦相处 犹如人间仙境令人如痴如醉 它的神奇美丽归纳起来就是四句话 一 人口不多民族多文化独特 西双版纳全州总人口不足百万 但却居住着歹 汉 哈尼 拉护 布朗 夷 基诺 瑶 壮 瑶 景坡 瓦等13种市居民族 其中歹族占总人口的34% 汉族占25% 其他少数民族占41% 基诺族是西双版纳独有的少数民族 漫步在大街上 集市里 身着不同民族服装 说着不同民族语言的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和睦相处 亲如一家 但各具特色 以歹族为主的十多种少数民族 形成并保留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历史文化 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 众多历史遗迹 佛塔 亭景 佛寺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民居和村寨 民族节日 宗教和民族风情 构成独特而有多样的人文景观 各民族的传统节日 文化活动令人神往 哈尼族的嘎汤帕节 布朗族的三堪比麦节 基诺族的特茂克节 瑶族的盘王节 拉护族的阔塔节都体现了独特的民族风情 被誉为东方的狂欢节的歹族泼水节 更是让人乐而忘返 二 旅游开发起步早 知名度高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歹族人民在这里生长 密集的寨子紧紧相连 那弯弯的江水碧波荡漾 西双版纳的美名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就已飞升海内外 八十年代初 西双版纳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西双版纳抓住机遇 依托州内两个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 具有典型性和多样性的热带雨林为代表的自然景观旅游产品 以歹族为主体的多种少数民族风情文化 民俗旅游产品 大力发展旅游业 较早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景区 海内外游客分支踏来 旅游综合接待能力仅次于昆明 居全省第二位 全州共有东西南北七条国内外旅游热线 有景区景点120多处 A级以上的精品旅游景点10处 其中4A级景点三个 分别是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带族园 原始森林公园 3A级景点两个 分别是野巷谷 热带花卉园 2A级景点三个 分别是民族风情园 漫厅公园 猴山 1A级景点三个 分别是曼飞龙笋塔 猛遮景真八角亭 打落独树成林 还开通了中缅中老旅游线路 西双版纳州正围绕行程 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旅游产品这一核心 以实现旅游资源优势向旅游经济优势跨越为目标 轻力构建一个中心 三大旅游区 三级旅游点 四条旅游主线 七大旅游产品的西双版纳旅游新格局 3边境现场口岸多 区位优越 西双版纳国境现场966.3公里 是我国连接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的枢纽 也是我国大西南和东南亚两大市场对接的结合部 窗口 前沿和基地 素有东方多脑河之称的蓝藏江 湄公河穿舟而过 一江连中 老 缅 太 简 月 六国 从景洪顺江而下可直达缅甸 老挝 泰国 不久可直通柬埔寨和越南 州内现有景洪港 摩罕口岸 西双版纳机场等水路空三个国家级口岸 和一个省级口岸达落 有六条主要过境通道直通老挝和缅甸 此外还有六十余条边境通道 西双版纳是我国进入东南亚最便捷的水路通道 在西双版纳众多的口岸通道中 摩罕口岸是中国与老挝的国家级口岸 现有三条柏油路之通老挝北部三省 省级口岸达落是我国与缅甸东部 善邦地区对接的重要口岸 达落到缅甸景洞八十六公里 到仰光九百八十九公里 从达落出境经缅甸景洞大齐立到泰国青莱三百余公里 到青麦六百余公里到曼谷一千多公里 景洪港水运口岸位于景洪市江北岸 占地面积九点七七平方米 建有两个客运博位 四个货运博位 年旅客运量达一百五十万人次 货运量四十万吨 配套建成的官雷码图 年吞吐能力货运十万吨 客运四十万人次 从景洪港顺江而下 七十公里到缅甸 一百零一公里到老挝 三百二十八公里到泰国 西双版纳机场航空口岸 现已开通了成都、广州、上海、北京等九条国内航线 和两条通往泰国曼谷、老挝、朗波拉邦的国际航线 突出的区位优势使西双版纳成为四通八达的对外开放地区 国内外客商齐聚西双版纳 对外贸易红红火火 中国的牛、梨、苹果、大蒜等农副产品 清工产品源源不断地从西双版纳运往老 缅、泰等东南亚各国 泰国的热带水果、大米、海产品等 又从西双版纳纷纷发往内地 物流通畅、尽出两望 四、面积不大、生态好、资源负极 西双版纳总面积仅为1.9万平方公里 却保存着北回归县沙漠带上 原始风貌最完整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 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物种基因库和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美誉 全州共有林野用地2,400万亩 占土地总面积的84.2% 森林覆盖率达63.7% 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个 保护区总面积达402万亩 在这片仅占全国面积0.2%的土地上 共有植物5000多种 占全国植物总数的六分之一 有珍稀植物341种 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宾威植物58种 占全国保护种类的15% 还保留着第三季前某些古老的植物20个熟种 药用植物1715种 油脂植物115种 香料植物52种 水果植物110多种 花卉植物四大类近100种 此外还有野生牧草和其他热带植物3000多种 是名副其实的植物王国 境内共有露西脊椎动物539种 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鸟类429种 占全国三分之一 其中有45种仅建于西双版纳 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109种 其中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19种 二类保护动物90种 就鱼类而言就有18颗54鼠100余种 亚洲象、印度野牛、金钱豹、白甲长臂猿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是西双版纳动物的典型代表 其中亚洲象的种群和数量占全国的80%以上 1994年4月10日 西双版纳被列为联合国与生物圈保护组织第10个地区 西双版纳旅游度假区下辖一个曼农丰村委会 1999个村民小组一个南连山农场25个居民小组 人口2.5万余人其中曼农丰村委会748户3335人 农场2811户5850人其中一期面积1平方公里 1993年3月启动建设 1997年基本建成 一期项目以宾馆酒店为主 共完成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投资1.25亿元 吸引投资15亿元 建成星级宾馆酒店21家 年接待旅客能力100余万人次 二期级曼农丰片区 以旅游功能为主 城市功能为辅 致力于建设及观光旅游 休闲旅游 疗养体训 会议商务等为一体的休闲旅游度假区 曼农丰片区基础设施建设 于2002年2月启动 截止2010年10月 已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6亿元 累计完成投资17.35亿元 引进项目资金突破100亿元 2011年度假区管委会将三期规划纳入工作日程 规划中的度假区三期将以南连山农场为主 在十二五期间将按照优化提升一期 基本完成二期 启动开发三期的发展思路 进一步完善规划 拓展投融资渠道 创新旅游度假区管理体制和开发机制 深化与大集团大企业的合作 加快建设步伐 把度假区建设成为即现代化 国际化 生态化 民族化为一体的山水城市和山水旅游度假区 西双版纳旅游度假区党委 管委会对旅游度假区的建设发展负总则 统一领导和管理度假区各项事务 内设办公室 经济发展局 建设局 及州规划局旅游度假区分局 财政局 社会事业局 农肯局和国土资源分局 公安分局 工商分局 为投资者提供一条农府 随着国家西部代开发战略的实施 蓝仓江 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西双版纳正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 必将焕发出勃勃生机 西双版纳州坚持以改革为动力 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导 坚持科教兴州 开放活州 旅游强州 依法治州的基本思路 提升优化粮食 橡胶 蔗糖 茶叶等传统产业 重点培育旅游 对外贸易 热作开发 创汇序幕 电力 文化等新兴产业 积极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配合上级加快建设昆曼公路 蓝沧江 湄公河航道 航空专线 云电外送等四大国际通道 把西双版纳建成著名热带雨林度假区 自由贸易试验示范区 生物生态科研开发区 民族民间文化交流展示区 西双版纳旅游度假区内的主要景点 有民族博物馆 蒙乐大佛寺等 其中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 位于景洪市蓝藏江东岸一山临江 环境优美的南连山半山坡 宏伟的建筑群面朝景洪城 三面被天然林 橡胶林环抱 博物馆占地150亩 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 总投资概算1.55亿元 主要由国家和省政府补助支持 至2010年11月投资9千余万的 一期建设项目已全部竣工 博物馆主展区分五大板块 第一个板块为猛乐回望 西双版纳历史翻盈 通过考古发现汉文及歹文文献的记载 以及1950年2月17日 西双版纳解放以来 在党的领导下 各族人民当家做主 齐心协力建设富裕 民主文明和谐 西双版纳的光辉历程 讲述西双版纳历史严格 第二板块为和睦颂歌 西双版纳民族风采 以单元形式展示 歹、哈尼、布朗、基诺、拉护等 13个市居民族相互交融 有独具特色 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第三板块为雨林情运 西双版纳自然掠影 展示西双版纳地理、自然和古代生物 与现代生物状茂 第四板块为文化星边 多民族和谐家园 展示各民族的文化典籍与艺术遗存 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与发展的成果 以及能歌善舞的各民族 以丰富多彩的文化 促进文明进步 社会发展的风貌 第五板块为 牧林友好、开放活周的西双版纳 展示西双版纳与湄公河流域国家 远远流长的往来交流历史 顺应时代潮流 全面展开经济贸易、科技文化、跨境旅游等 全方位、宽领域的交流合作 互利共赢的生动局面 西双版纳猛乐大佛寺 位于西双版纳景洪市度假区一号公路指点至南连山上 占地面积650亩 建筑面积24000平方米 总投资约2亿元人民币 按照国家4A级景区标准打造 猛乐大佛寺是在古代代王朝的王家寺院 景飘佛寺的原址上恢复重建的 景飘佛寺是歹族历史上一位名叫巴隆的歹王 为纪念病故的王妃南沙为贬而修建 王妃一生信奉佛法 所以每逢节日 代王就亲临寺院举行大型法会 以纪念爱妃同时弘扬佛法 据史料记载 景飘佛寺始建于明代 是南传佛教象征十二版纳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也是版纳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该建筑在佛历2883年及公元1848年 清咸丰年间战争中被毁 佛寺于2005年开始重建 于同年3月9日举行了大型的土地开光仪式 于2005年5月9日举行了盛大的大殿电机开光仪式 在大殿施工时 挖掘出大量的银币、银河、佛教法事用品等 佛寺于2007年11月3日一期工程竣工 竣工之时邀请了海内外108名高僧 为佛寺举行了盛大的开光大典 州内外参加开光大典的各民族佛教信众 达65万人之多 佛寺依山而建落差达122.8米 占地面积400亩 乘坐佛行为国内外所独有 景区以佛祖释迦牟尼的生平及佛寺活动为主线 巧妙融入到景观及建筑群体中 充分展示南传佛教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色彩 从万佛塔前广场俯瞰景洪市区 以礼的热带风光尽收眼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